看到我这一身打扮 我来到了马六甲的马来西亚哪吒文化节 而且是国际的 据说这次有很多国家参与这次的盛会 我会在这里两天 今天和明天 然后我会跟着黄凡士一起 到底这两天有什么节目呢 那么就继续看下去吧 你们有看这个熟悉的麦桶吗 我们走去哪里 等我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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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我们黄凡士的Andry 哈啰 在工作一下 工作一下 等一下 对对对 慢慢来 各位要初次跟人家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黄凡士的新奇童 全天上帝的阿蝶弟弟 阿蝶弟弟 有人敲碗说要我拍你和 九天学弟说不可以啊 有讲不可以的咩 哈啰我们的Kelvin 我都会找到机会给你登场了 主角要拍的 对 对呀 我们初天生上的地生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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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翘晚要拍你的 这个介绍 说不可以 说不可以 好 好 还玩一玩啊 你还要做个小孩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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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有帅哥带我去看东西 到底要看什么呢 因为这次的哪吒文化街呢 他除了是有庙会的一些活动之外 还有一些展览和讲座会对吗 对对 其实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个展厅 很漂亮 里面全都是书法作品 很壮观 我们到了 耶 哇 你们看这里 真的是哪吒文化街哦 这边就有很多哪吒的艺术作品 咧 我们可以看到 黄山寺的九龙中坛之天帅 的画座 我介绍你的粉丝 我介绍你的粉丝 我还没有介绍你 哈哈哈 我们来自 假动骑云光的 Nomongkaku 你好 很荣幸啊 今天来到这里 见到我的 偶像 哈哈哈 这个剪掉 这个不可以见 好好笑 各位如果你们有记得看过 呃 玉皇太子殿下宝蛋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最后人物啦 好耶 很壮观是不是 希望有机会可以去 好好好谢谢 谢谢 哈啰 吴臣笑道辣 新生新会 你好 新会 新会 久仰啦 你在久仰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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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到 有一个 呃 武师队 来捂一个神兽嘛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看 耶 因为平时我们看的都是 武师 武龙嘛 然后你们猜到 刚刚那个神兽 是什么神兽嘛 给你们三秒钟猜猜看 是麒麟 我第一次看到 武麒麟 还蛮特别的 据我所知呢 这个活动集合了很多个国家 呃 目前知道的是有 泰国 柬埔寨 台湾 中国 澳门 单独台湾的话 就已经有三组了 所以是非常国际性的一个盛会 好祝福 哇谢谢 谢谢 来一二三 不是我画的 别人画 你讲我 别人画他 别人画我 嗨 谢谢 来自台湾的朋友 台湾 台湾哪里 彰化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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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华词慧 谢谢 谢谢你 来台湾玩 好 一定一定 胖主你好 到台湾 到台湾来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 对 这个一个 对 谢谢 我还放眼 我还结缘了母娘的 我又发现了帅哥 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 我又发现了帅哥 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好 这是来自台湾的虎池 请问您对姓 我姓陵 那么是来自基隆的 台湾的基隆 庙圣道家 这个字是庙 对 有什么玄机吗 还有这是第四字 这个字在道教了 来讲 它是属于道教的文字 那在我们道场的意义 比较不同 这个孝字是属于 我承接天命的这个年纪 对 然后我们道场是在台湾的最北方 这个圣字是 北方属水 北方人为水 这个人是代表台湾最北方 那我们祖寺 祖寺西王府 那西王府的这个教义呢 跟他的精神 就是主要是传达 不再不记载文字的 是用言语 用精神去传达 我们信仰的神 他的意义 他的真谛 所以是 偶尔相传 所以这个概念 对 谢谢你 谢谢 不是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吗 第三次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就是 这位帅哥今年对梗 然后他这样好年轻哦 好年轻啊 是吗 94啊 94年代也是90后啊 好年轻 所以您是主持 我是主持 哇 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主持了 很高兴 美国接受忙 对 很高兴 我终于找到时间 抓住Andrea来访问了 他真的很忙耶 请问为什么 你在这个文化节 会这么忙呢 因为我是在文化节的 副秘书长 哦 副秘书长 而且听说你是 宣传主任是吧 对 宣传主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会 有一些VIP 可能来啊 我做访谈 包括拍一些短片 就我可能抢你的工作 哈哈哈 我看着 我看着Andrea 还要在拍摄 还要在剪辑 我觉得 诶 这个画面好像有点 为何感 没有想到Andrea还要做 这些工作对吗 就很多才多艺 是 要会一点的 诶 那么这个是三天的文化节 其实可以大略讲一下 这三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有什么活动 其实我们这一场主办的 是马来西亚的 沙文化新疆 总会所主办的 拿沙文化期的2023 去年是做第一届 今年是做第二届 去年我们做 开展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种类前方 但是今年我们却在了 K7的这个文化村 这是做非常的大型 它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去年我们只是在前面 只是做一个开幕 只是做一些舞台表演 但是今年非常不一样 因为就在今天晚上会有很多的 哪吒鸡头 起的哪吒系列的神明 可以一起奇迹 讲到哪吒系列 如果你是一直有看我的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就会在这一集看到Andrin 有跟大家解说 哪吒它的整个进化式 借此机会也希望Andrin 可以跟我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可能你们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 那么可以了解一下 其实哪吒 你说系列 到底它是有分成哪几种呢 如果是根据一些风神法的一些说法 她是怀孕的 她的母亲怀孕了三年年六个月 所以她一出生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三岁了 所以她一出生的时候 是叫做哪吒山太子 这个是三岁的阶段 后来她就是去了东海那一边 就是去玩水 后来就杀了龙王 所以这个时候她有一个造型 就是一手拿着圈 一手抓着龙兵 骑着一条龙 这次是我们东海口渣 后来她就杀了龙王 之后就消毒王 不消弱王 因为被龙王避害 她就变成了黑面太子 就是属于在一个中英神 所以这个黑面太子 其实也是属于后期 才比较出现的 因为之前是没有的 黑面太子好像很少看过她的那个精神 是吗 对 她就其实 黑面太子跟流氓太子有一定的接近 就是一个抓就一个鬼门 但是黑面太子呢 她的灯机呢 是属于在低红的角度 之后她的师父 她一阵人就将她的圆神 化成大脸盒 然后化成了一个人出来 这个她就变成了脸盒人 然后这样的红果吹进去 所以她这一个时候就变成了女花生孩子 我们通常跳哪吒的同生 都很不及吃脸盒 这个是我们要 诶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对 我不能够吃脸盒 所以你不能吃脸盒 我不能够吃脸盒 这个脸盒 脸紫 或者是荷叶啊 脸花 只要是脸花系列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够吃 因为就好像是炸的生命 这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 后来就变成脸盒人的 她就去就是征服 就是打仗嘛 打仗了之后就收封 变成状态变算 后来的时候有一个阶段 她就是变成三头九眼花笔 所以她的三个的造型呢 她的前面是人眼 但是她后面那两个是分路相 对 她这一个状态呢 是处在她要打仗 就是想那些敌军 或者是想要出户的时候 是很奋勇奋战的时候 就会呈现在一个状态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黄凡市看到 你请到三头八壁的 不行啦 我觉得我请起来 会吓到人 因为上次就听Niko讲到嘛 Niko讲到你那时候 就是她有见过你跳两次 对 然后就很想象不到那个画面 我也是没有看过 是吗 他们就跟我说 就很凶这样子啊 因为她是属于在一个战斗的状态嘛 可是你不懂她什么时候会 胜价 看情况 有时候我在坐下去的时候 会看到她会来 所以我在坐下去 我除了这一尊神 不会让她来 其他的时候就不会 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 罗亚看到满身都是血的状态 蛤 真的是会要抄 一直要抄罗亚歌词 这些所有的状态都是在这个时候 原来 再生的话呢 就会变成九龙元帅 九龙元帅呢 其实是那一条龙巾 就是画成的九条龙 龙巾 就是她之前不是有 拔的那个龙王 那个龙王三太子的那个龙巾 拔出来 她那个龙巾就画成九条龙 就是有九龙围着 就是九龙 所以很多人会很好奇 怎么九龙 跳的那个九龙 中坛元帅会有三只眼睛 其实她就是属于 她不战斗的时候就是九龙元帅 她要成天战斗的时候就是三头球员八笔 所以她修到那个阶段时 就是她不战斗她的眼都在那一边 原来 好谢谢你的客户 可以看看我们这一位 就是我们的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的造型 她画的这个画像呢 是以三张是人眼 有一些雕刻的话呢 它是以这两张是一个分图像 然后就是八臂 八臂 明白 谢谢人帝 谢谢 再来是罗伯神山 放蚕蚕蚕 你往开门看 打击头车点 打击头车点 打击头车点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 快看我遇到谁 文化师兄 我的天啊 我都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我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很想念你 天啊 我再带Elysian回来 然后我们一起去研究 哇 马六甲是文化师兄的家乡 哇 好开心见到你 大姐好 给你发誓 好吗 我这画面很感动诶 我这画面很感动诶 给你 看这么多 通的啊 好 我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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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那 如 家庭全部聚在一起 而且米洋一起过来啊 哦 入镜 现在全部人都在找Andrian拍照 然后原本Andrian要吃饭了 结果就被拉来拍照 然后很多人在排队 真的辛苦他了 我想要救他一下 给他先吃饭 因为他等一下很多东西要做 因为黄帆寺的PAC的人数也比较多一些 所以大家现在快点转去黄帆寺那一边 我用黄帆寺的PAC来做什么 直播主 跟你们讲哦 看了一个很好笑的画面 你看啊 Andrian现在在做主播嘛 我给你看谁做这个助理 你看到助理吗 主播的助理 马化师兄 我撒你了 感谢大家的付出 回群祝马来西亚 第二节 中小时 第二节 回去拿东西 练大班 六天魔队 无麻烦 送话货 来吧 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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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大家都在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喽 可是你们看现在这里围着满满的人 因为等一下会有很多哪吒系列的同事人会请神降价 可能我没有在影片里面跟大家说过 其实我从小就是一直有在佛堂帮忙 所以我从小就接触佛教文化比较多 那么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 由道长去诵经 真的是很棒的一次体验 我现在在这里了看到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小鸡头 是的你没有听错他是鸡头 他才六岁哦 哈啰 你好 弟弟你好 可以想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啊 六岁 六岁啊 那么你等一下腰跳的神明是哪一位啊 哪吒 哪吒 哪吒太子啊 好 那么大家等一下期待哦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看到这么小的鸡头 所以之前是有提说过好像在台湾 我记得好像是一位小女孩吧 九岁 可是原来马来西亚六岁都有 到底在马来西亚六岁 我只要就是别触一下 下山下的马来西亚温 哪吒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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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托皇帆寺的 可以邀请你到这里来看菜 这是第一次参加五花节 哇呀 现在呢剩下最后的压轴 也就是来自泰国和爱的请击的生命 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就是Andre 据说最后的这一组是很多人一直在期待着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早期十年前的时候 这一位和爱的大学者师父呢 他很出名就是拿那个脚车串 然后拿五十刀串 脚车 对 就是他就接了一个钢管 然后再把脚车抖下去 哇 就是整个他们是很出名 而且又出名上刀山 下火海 踩玻璃 踩铺铁 都是他们这一班 我们叫做神达 所以他是非常出名的这一边 好了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咯 各位你们看到吗 这一位鸡身的旁边 也就是他的女儿 据说是在泰国非常红的 也是一位鸡身 心里面 是筷子 不暂时 Question 您 摆 Wednesday Wednesday 这 出现 出现 空 把他的爸爸去晋神了 我们要追的是谁的 他追的是三女儿 对 他女儿了 因为我们要追三女儿 对 太美了 我也要看 追你了 追我 追前面 我不知道什么 我对 ich去到这里 我一直在教育 我一直在教育 i秦神 我一直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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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音师 在这一半 at apo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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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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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